好 现在在我们现场的是韩语 漂亮的韩语 要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 目前的国际局势了 把时间交给韩语 大家早上 安全球新闻 首先关注美国其中选举 参议院的最终结果出炉 摇摆州 乔治亚州的部分 由民主党联邦参议院的华诺克 击败了共和党的对手 确保民主党拜登在胜下的任期内 掌控参议院的多数 Are you ready Georgia? I'm ready Stand up for workers Stand up for women Stand up for our children I'm ready To build a stronger Georgia God bless you Keep the faith And keep looking up 牧师出身的华诺克 是乔诺州第一位非议参议员 得知胜选之后 他也和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 舒默一同比赞来庆祝胜利 原本外界预期这一次的 美国其中选举 原本是会被称为川普势力的红色浪潮 可能会影响共和党发挥影响力 但是结果不如预期 恐怕也影响川普在2024年挑战大选之路 而就在昨天呢 其实川普旗下的川普集团两家公司 也因为涉嫌长期逃税 被法院判定构成了税务诈欺 逃漏税等数项刑事犯罪 恐怕会要面临160万美元 大约是台币将近5000万的高额法金 接下来国际上的另一个焦点 就是国际上的领袖呢 是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也在昨天抵达沙烏地阿拉伯 展开三天的访问行程 习近平这一趟出访呢 是睽違将近七年再一次到沙国访问 大陆官媒央视也在昨天的下午的时候 发布了影片强调沙烏地阿拉伯出动了战机 为习近平的专机护航 而当专机抵达沙国首都利亚德的上空的时候 沙国更出动了六架沙特之鹰礼兵护卫机来伴飞 并在空中拉出了大陆国旗 红色还有黄色的彩带 根据央视形容 这个是沙烏地阿拉伯以最高的礼遇 来欢迎习近平的到访 而在习近平踏出机舱之后 机场更冥想了二十一身的礼炮 欢迎习近平 颇为七年再一次的访问沙国 将习近平他一下机就和当地的官员 还有王室握手 有关这三天的行程 习近平除了国事访问 他也应邀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 和历经两年准备 即将在九号举行的首届中阿峰会 预计习近平将与十多个国家 与会阿拉伯国家开展 包括能源安全还有贸易等合作 而根据路透的报道 中沙两国他们也预计将会签署 将近台币九千亿元的协议 不过习近平这一趟出访 国际局势的背景 其实是正值美国还有沙国 因为能源产生嫌隙之际 因此现在的出访 也被外界认为是在对外释放 北京是在对外释放该地区的影响力 不过美国专门研究沙国问题的专家 他就分析了 其实中阿的这个峰会 目的并不是在刺激美国 因为两国的关系 其实原本就已经很紧密了 而且多年以来都一直 是在成长的状态 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数据 2021年北京还有海湾国家 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跟伊朗的 双边贸易总额 大约是2.48亿美元 其中中沙两国的业务总量最大 中国现在呢 其实就是沙烏地阿拉伯最大的贸易伙伴 反观美国在同一个时期呢 海湾国家还有欧盟 还有美国的双边贸易额 仅仅呢 是分别增加了1.3万亿美元 还有2.626亿美元 中沙贸易合作的关系呢 明显是跟美沙拉出了差距 而林一同的白宫呢 也在今天的时候警告 北京呢 他说呢 北京试图在全球范围内 扩大影响力之举 是不利于国际秩序的 而且他还称沙国关系 是美国关系的伙伴 两个关系还是很好的 那习近平展开外交动作 其实美中之间的竞争 还有抗衡也是持续加剧 美国也在昨天的时候 批准最新一批的总金额 达到4.28亿美元 大约是台币 13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 其中也包括了 要售给台湾是F-16战机 还有C-130的运输机 这些呢 也是拜登上任以来 第七度对台军售 那么为了抗衡北京 美澳洲外长的防长呢 6号的时候 也在白宫召开了一个 叫2加2的会谈 目的就是要巩固盟友关系 同时重申台海和平的稳定重要性 批评大陆试图在国际线改变现状 并宣布与日本要组成军力部署的联盟 来确保印太地区自由开放 我们更加务力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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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澳洲和澳洲 在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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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澳洲 因为 账额和危险地团队 这些关系 都会更加密集成 更加密集成 我们更加务力地团队 当我们站在一起 与我们一起工作 通過經濟協調 我們想要是一個領域 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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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定 我們有多次的確證 美國的印度派遇到 這樣一個領域的影響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買才是最划算的